大家好 我是周周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 自助旅行 今天是台湾的原住民族日 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字就是原 在自我介绍 我们认识了原的各种用法 自原其说 听了台湾原住民族的故事 自助旅行要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台湾原住民族有几族呢 officially there were 14 tribes but now there are 16 officially recognized tribes 之前台湾官方承认的 有14个原住民族 最近又增加了两个 你背得出来之前 14个有哪几个吗 最近增加的两个叫做 Saru'a还有Ganaganavu两族 过去他们被归类为州族的一只 所以当他们要证明的时候 我有看纪录片上很感人 州族的人带着一些食物 还有酒 希望可以叫Saru'a还有Ganaganavu的人 不要离开这个大的族群 希望资源可以共享 不过Ganaganavu的人 还有Saru'a的人 都感觉到他们的语言急速消失 所以才希望可以透过正名 来保存部落的语言文化 我们今天要介绍一系列 跟原住民有关的英文词语给大家 Aboriginal people Aboriginal 土著的原始的 Aboriginal people 原住民 I'm tired of aboriginal people Being seen as anthropological curiosities I'm tired of 我很厌烦 Aboriginal people 原住民族 Being seen us 被当作是 Anthropological curiosities 人类学的好奇主题 英文里面的Aboriginal people 如果A大写的话呢 特别是用来指澳洲的原住民 我们看到图上是CNN的主播 Stan Grant 他自己就是一位澳洲原住民 他投稿到The Guardian说 他自己呢 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因为他本身原住民的身份 也站上了国际新闻播报的位置 可是他自己看到澳洲原住民族 每次都被当成 欢迎国外来访宾客的那个表演团队 觉得非常的不满 那台湾也是这样 从机场一进来呢 就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原住民的装饰啊 或者是哪路wan等等的字样 那他就说啦 I'm tired of Aboriginal people being seen as anthropological curiosities 他很厌烦呢 澳洲原住民族 被当成人类学的好奇主题 他希望在澳洲的宪法里面 可以强调原住民的主体 而且呢 原住民族呢 可以不只是在特定的领域 像是体育啊 或者是舞蹈发挥 而可以在每个不同的领域里面 都担任重要的角色 我相信这也是许多 台湾原住民族的新生 Aboriginal 用来指澳洲的原住民 那我们可以来想想哦 我们也是不是也可以用 Aboriginal这个名称 来称呼世界上其他的原住民 像是台湾原住民 Indigenous 土住的 本地的 跟Aboriginal比起来呢 Indigenous这个字的负面意义 比较少 因为Aboriginal呢 想到这个字呢 就会想到殖民的形象 所以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顾虑到政治正确 许多官方的组织跟文件 都是用Indigenous这个字 Indigenous young women are at risk of being neglected Indigenous young women 原住民年轻女性 are at risk of being neglected 有被忽略的可能性 这又是一篇来自 The Guardian的报导 说到了针对提升 澳洲原住民学童的 就学政策里面呢 似乎对男孩 比较有帮助 对女孩的帮助 比较没有这么大 因为原住民女孩呢 都被要求要照顾家里 不然就是呢 她们很早就进入了婚姻 在没有人呢 可以提供照顾的这种 负担的系统出现之前呢 她们其实如果有了小孩 不太可能有机会 继续求学 Indigenous young women are at risk of being neglected 澳洲原住民的年轻女性呢 有被忽略的可能 台湾相关的原住民计划 应该也要把性别的因素 考虑在里面 除了Aboriginal还有Indigenous 现在各国政府 其实都有各自 称呼原住民的方式 Native American 美洲原住民 在美国呢 主要的媒体 还有部分的学术机构 都会称呼美洲原住民 叫做Native American 不过这不一定是 他们自己喜欢的称呼哦 或许美洲原住民呢 被称为印第安人 Indians 因为哥伦布呢 在到达美洲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到了南亚 South Indy 所以过去两百年来 美洲原住民都被称为 Indians 这个词呢 从一开始 勿用到后来 让美洲原住民 其实有一种 集体的意识 不一定都是这么负面的 所以美国在1995年 针对原住民的普查里面 也发现了 比起 Native American 美洲原住民呢 其实比较喜欢被称为 American Indians 或者是 Indians 不晓得到现在的话呢 情况是如何 The U.S. Patent Office rules that The name Red Skins is offensive to Native Americans The U.S. Patent Office 美国专利与商标局 Rules判定 The name Red Skins Hong Ren 这个名字 is offensive 是冒犯的 to Native Americans 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 美国专利专利专利专业 前一阵子宣布 要取消 美式足球 华盛顿 红人队的 商标登记 因为红人队 Red Skins 这个名称 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 是冒犯的 The U.S. Patent Office rules that the name Red Skins is offensive to Native Americans 根据联合报的报导 华盛顿 红人队 是美国首都 华盛顿特区的 主场球队 但是我们听听看 红人 这个队名就很有问题 因为红人是代表 美洲原住民族 印第安人 加上我们看到图上 他们球队的对徽 在帽子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有一个印第安人的头像 所以美国的原住民团体 长期以来就在抗议 球队这样的做法是 侮辱原住民 要求他们一定要改名 之前还有50位的 美国联邦参议员 联名要求红人队要改名 不过美式足球联盟 红人队就是坚持不改 所以美国联邦商标法 就祭出了这个惩罚 因为他们禁止任何商标 可能蔑视个人或团体 或者是因为这样造成蔑视 或者损害名誉 而专利商标局的这样的裁决 也适用于任何跟红人队 有关的六种不同商标登记 因为这些商标上面 都有红人的字样 在加拿大 原住民还有另外一个 证明后的称呼 第一民族是几个 加拿大境内民族的通称 与印第安人是同样的意思 指的是现在加拿大境内的 北美原住民还有他们的子孙 FIRST NATIONS CHIEF VOWS TO FIGHT CANADA'S PIPELINE PROJECT FIRST NATIONS 第一民族 CHIEF 部落 统治者 或者是酋长 VOWS 发誓 TO FIGHT 要来对抗 Canada's PIPELINE PROJECT 加拿大的输油管线计划 加拿大政府通过了一个输油管的建造计划 要从Alberta拉一条管线穿过British Columbia 到太平洋的海岸 方便出口原油到国外 这个计划遭到加拿大 FIRST NATIONS的强力反对 他们认为政府擅自通过这样的计划 没有顾虑到他们在传统领域上的权利 FIRST NATIONS CHIEF VOWS TO FIGHT CANADA'S PIPELINE PROJECT 在台湾过去对原住民有一些负面的称呼 官方也从山地人或者山包改正正名成原住民 还有原住民族 现在大家也会直接称呼原住民族他们的族名 像是阿米斯是阿美族 打雁是泰雅族等等的 其实要尊重对方 就是问他们说喜欢被怎么称呼 我们今天介绍了一系列跟原住民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我们来回顾一下 Aboriginal people A大写的话指的是澳洲的原住民 图上CNN的主播 他替澳洲的原住民请命说 不要再把我们当成观光的对象了 Indigenous也是土著的本地的 比起Aboriginal indigenous这个字呢 是许多官方组织还有文件在用的 Native American是美洲原住民 也是美国官方的称呼 不过呢很多美洲原住民呢 比起Native American也许还比较喜欢Indians这个称呼 First Nation是加拿大对于原住民族在证明之后的称呼 指的是境内的印第安人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认识了一系列跟原有关系的英文词语 自在生活我们下次见啰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